同学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我们第三阶段初级实验第六课,按键实验的学习 我们在上一节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按键实验的一个理论基础 在我们这个小节呢,我们将通过这个轮循的一个方式实现我们这个按键的一个普货实验 好,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实现我们这个实验呢 我们是否要去重新新建一个工程呢 其实呢,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可以呢,利用我们之前的点灯实验的工程 来创建我们这个按键实验的这个工程 好,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利用已有的工程创建一个新的一个工程 好,首先呢,我打开我们这个课程实验 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点灯的实验 我们上一节课实现了通过这个CMSIS酷实现了这个点灯的实验 然后呢,我就直接把这些工程代码呢 拷贝到我们的这个按键实验的按键实验2.1 通过轮询方式实现按键的一个检测 好,把这个删除掉啊 好,我们把这个点灯这个实验的工程先拷贝过来 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要去修改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名 工程的名字 好,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实验呢 应该是一个按键 按键的实验 并且呢,是通过一个轮询的一个方式 轮询的英文就是pro 轮询的方式来检测这个按键 好,我们这个名就改成KproTest 好,接着呢 我打开的我们这个工程 好,这个工程打开以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组 这个工程树下面的这个主目录的这个名字 要把它改掉 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manageprojectitem下面 我们双击 双击这个projecttarget 好,我们修改它的名字 我们把它叫做小写的key procast也就是通过这个轮询的方式 我们查询按键的一个实验 好,点击OK 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更改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drivers下面呢 我们之前实现了一个点灯的 对这个LED控制的这么一个driver 那么这我们今天这个实验呢 我们要实现我们这个按键 按键的一个检测 那么我们就需要添加新的一个driver 好,我们在这个我们的code里面 双击code在driver下面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目录呢 重新更改一下 好,我们要需要添加一个子目录 我们叫led 然后把这个led的相关的这个文件呢 放进去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新建一个按键的一个 按键驱动的一个子目录 我们叫key 好,这个时候按键这个下面是没有代码的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led的代码 然后拷贝过去 然后给它取一个名字 叫p.c计较kdh 然后这个呢 这些代码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更改 好,大家看我们这个driver呢 因为我们把这个led取掉了 因此呢 就出现了一个警告 然后呢 我们需要重新添加我们的代码 好 这给大家继续演示 好 我们在我们的driver下面 我们要重新添加 这code drivers led 好 and 好 这报了个错 因为我们重复添加了 因此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led.c这个文件先给它去掉 然后重新进一个添加 好 driversled 点击and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添加我们这个按键的这个代码 drivers key key.c 好 对这个工程这个代码的添加呢 就完成了 大家看在这个目录下面多了一个led.c文件和这个key.c文件 由于我们增加了我们新的目录以及我们新的这个头文件 因此呢我们这个头文件的这个查找的路径也需要更改 好我们在这个option for target下面在c++这个标签下面在incred pants里面 我们要增加我们要增加我们的这个头文件的一个目录 好 点击这个增加按钮 然后呢在这个code下面的drivers里面key这个目录下面点确定 好我们增加了一个目录 我们还需要再增加一个目录 也可以直接双击我们这个空白处 然后呢 增加我们这个led led的这个目录 好我们同时可以把这个drivers下面这个目录呢 因为下面这个目录下面呢 没有对应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头文件 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好点击ok 好我们这个头文件呢 的这个存储的这个路径也修改了 然后呢剩下的这些工作呢 就是修改我们的这个原代码 好 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 从一个已有的一个工程呢 创建一个新工程的这个知识点呢 就讲到这儿 好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通过轮巡这个方式实现按键谱购买的这个实现以及分析 好我们首先给大家看 大概讲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整个流程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轮巡 这轮巡呢 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理解很简单 就是我们不停的一轮一轮的去查询它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要不停的查询呢 那么它的这个 整个整个轮巡的一个代码的整个流程呢 大概就这样的 就是我先查找我叫d detect的吧 我叫探测探测 dt ct detect这个按键的一个状态 好如果是假设如果是一个按下的一个状态 如果是按下 就叫我们叫key down 那么就执行一个操作 比如说我们执行操作叫led 我们把led零点亮 好如果我们查询到它这个状态呢 还是key up就是没有按进按下 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我们就直接又从头进行查询 好我们如果检测到这个按进按下呢 我们把灯点亮以后呢 我们又重新执行这个查询的这么一个工作 然后不停的做一个循环 因此呢整个轮巡的流程就是这样的 好下面呢就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的具体的一个实现 好大家注意我们这个代码呢 是从我们的这个led之前点灯这个代码拷贝过来的 因此呢 这些部分我们这个 may函数里面的主函数体的这些内容呢 就把它删掉 由于呢我们还是要使用我们这个点灯的这个操作 因为我们检测按进按下以后呢 我们要点亮相应的一个灯 因此呢这个点灯的这个初始化 我们把要把它保留 而且呢我们要用到延时 因此这个延时的初始化呢 我们把它保留 好下面呢就就是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函数体 函数体我们怎么来写呢 实际上呢也是一个 一直一个wire循环 wire1的一个循环 一个不停的一个死循环 在这个循环里面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查询按键的状态 查询按键的状态 好如果状态是 按下如果按键按下 那么点灯 如果检测到我们这个按键没有按下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然后 然后在 一个延时以后 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个 我们200 200毫秒查询一次 那么200毫秒延时延时以后 延时后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按键按下的标志是有效的 如果按键按下标志有效 然后就关灯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按键按下标志有效呢 就说明我们之前这个按键是按下过的 然后这个灯是亮着的 因此我们我们要把这个 它这个灯的状态做一个复位让灯呢重新关掉 以便我下次这个又查询到按键按下的状态以后呢 又可以重新打开 好它的整个流程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在修改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这个同时这个代码的说明呢也需要更改 是那是创建一个 创建第一个按键检测的一个实验 按键检测 按键检测的实验主代码 然后通过呢 通过轮巡的方式实现按键的检测 运行的方式 实现按键的 检测 检测到 按键 按下后 点灯 并 在 200 毫秒后 关灯 好我们这个代码的这个说明呢 首先需要更改啊 之前没有改 然后呢我们这个代码的整个流程呢 大概就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可以先写些 尾代码 首先呢就是 我们要查询按键的状态 那么肯定就是一个 条件判断 我们假设我们这个 按键这个检测的函数呢 我们把它写成 detect key 那么我们要检测哪个按键呢 我们检测我们的 k0 好 在我们的这个原理图里面呢 我们先写一个k0 我们要检测这个按键 我们要检测这个按键 所对应的这个管角 好这个k0呢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k0呢实际上就是对应我们的P4 因此呢我们主要 就是要对这个P4做一个配置 把它配置成一个输入 冰销图取它的一个状态 好查询按键 我们这的说明呢可以改一下k0 k0的状态 好如果 我们查询到这个 按键的状态呢 等于一个k please 其实这个 衣服呢可以这样写啊 我们把这个 它的一个 判断的结果 写在我们的前面 然后就加一个等号 这样子呢如果我们把 这个 等于等于符号呢写成等号以后呢 它会报错 编语我们这个 代码如果写的不对呢 编语我们更好的这个 发现我们的错误 好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点灯 我们把这个注释啊放到这边来 然后点灯点灯呢我们直接就可以调用我们这个已经实现的函数啊我们可以使用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我之前给大家重新写的这个比较通用一点的点灯的这个函数 然后它的参数呢第一个参数呢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就是 L1D0 然后呢第2个参数就是我们的L1D Pin L1D0Pin 大家把这些红地啊写的就是比较符合你的一个一个语言规范 并且呢大家要方便别人也要容易看这样你就容易你记忆然后写代码的时候呢就可以不用查看直接写 然后这就是一个L1D0 让它灯点亮 好这个时候呢还要制一个按键按键的一个标志啊 我们就我们就把它叫做 Key0Prize 等于 那么我们把它制成KeyPrize 好然后这个 把这个图示呢翻过来 这就是点灯 然后置一个标志位 然后就是一个延时 我们直接使用我们这个 上一节课给大家讲的这个延时函数 好这是200毫秒我们就直接写个200 我们这个时候要判断一下我们这个 按键按下这个标志啊 判断一下 如果它等于等于等于KeyPrize 如果它等于等于KeyPrize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要关灯 直接掉我们这个关灯的函数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把我们定义的这个标志 把它 需要定义一下 就是我们把它定义成我们的无符号16位的一个 整形 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默认值 这个最后我们大家定义这个变量也给它一个出值 把它叫做KeyUp 默认是按键 弹起的这个状态 它的标识是按键弹起 好我们的这个主函数呢实际上已经 就已经做完了 那剩下的工作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实现我们的这个按检测按键的这个函数 还有呢 还有一个我们要使用我们按键呢要处处化我们的P P4 因此呢我们还有一个函数我们叫KeyInit 就按键的一个出值化的一个函数 还需要实现这个函数 然后以及我们对这些KeyPlace啊 还有Key0Pin的一些红定义 这些呢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 Key.c里面完成这些工作 好下面我们来一起修改一下我们的Key.c 就我们首先呢可以修改我们这个投文件里面的一些红定义 比如说我们这个Key.h这个文件 然后呢 好因为这里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写了 我们直接把我们定义好的这个 投文件呢 它的内容 直接拷贝过来 然后再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投文件 我们把这个以前点灯这个投文件 给它 它的内容给换掉 换成我们已经定义好的这个按键的投文件 好大家来 跟我看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Key0Pin呢 实际上是定义的这个Pin4 然后K1呢我们定了三个按键 K1是对应的Pin3 K2对应的Pin2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原理图 大家看啊 012分别对应的是432 432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代码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KeyPlace 我们把定义成GPinReset 这个呢 这个定义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这个 呃我们的这个CMSS库里面的GPIO库里面 做的一个定义 它呢是一个 是一个枚举 这个枚举呢其中定义了两个 两个指一个就是Reset 也就是它的低电频 还有Set 也就是它的高电频 好这里面呢我们就认为KeyPlace 可以按下 按键按下呢是一个低电频 而按键弹起呢是一个高电频 因为通过我们这个 按键的这个原理图呢 也可以看见 当我们按键 按下的时候呢 这边实际上呢是一个 我们这个KeyPlace 呢 好我们这个KeyPlace 这个呢通过我们这个原理图也可以看出来 我们这个当我们按键按下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KeyPlace 和这个D接通 然后呢把GPIO拉低 变成一个低电频 弹起的时候呢 我们做一个弱上拉 那么我们的这个GPIO呢就是一个高电频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代码 然后呢我们把这两个 我们要实现的 要是要调用的这个函数呢 做了一个声明 好具体到我我们这个 哦还有一个地方需要修改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红定义 我们应该把它叫做Key -H 就是我们这个防止我们这个重复定义我们的头文件 的这个红定义 好我们的这个 头文件呢就修改到这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初始化文件 首先我们这引用这个头文件呢就不能叫 有1D.H 应该是我们的Key.H 好首先呢我们要修改我们的这个初始化代码 Key.H 我们 把我们之前呢 我们的这个定义我们先把它删掉 我们不用我们的这个指针 我们直接使用我们的这个值 好这个 这个定义呢定的流程呢实际上是一样的 不过里面的参数呢 这个时候就不一样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初始化我们的 Key.Pin 我们来看一下以及我们的 Key.Pin 我们都可以把Key.Pin和Key.Pin进一个初始化 Key.Pin Mod呢当然这个就不是输出了 我们来找一下我们这个输入该怎么写 就是这个Mod input 我们要把它定义成一个输入状态 好我们的Speed呢我们不管它 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个ROR上拉 好我们做一个ROR上拉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Pull这个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上拉应该怎么写啊 这个红定义 Pull up ROR上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GPoPull up 还有一个地方需要修改的就是我们使用的 我们是第一组的GPo不是F组了 我们之前点的是用F组因此呢 我们要使用我们的GPoE 好然后呢我们要初始化我们的E组的这个IO 好整个 初始化的这个操作呢就完成了 然后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点灯这个操作把它删掉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实现我们的 按键检测的这么一个函数 好这里面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直接把我们这个写好的代码给大家 粘贴过来 给大家拷备过来 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好就是这个detect key 这个函数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首先呢我定义了一个返回值 然后呢我我做了一个判断 我使用了我们这个 CMSS库里面的这个HLGPoReadPin这个函数 我们读取它的第一组的 这个KeyPin我们这要读取的这个 Key我们做一个参数传递进来我们要读取哪一个管角 读取以后呢如果当前的状态是KeyPlace的话 那么要做一个延时 好这个延时呢有什么用呢 这个延时用来去抖动的 因为我们在如果我们在对这个按键 我们触碰到这个按键的话 非常短的时间 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按下这个按键的话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读到我们这个按键按下的这个动作了 就会产生一个误操作 因此呢我们要加一个延时来判断我们确定是这个按键按下的 把这个抖动去掉 然后呢我们再再一次读取我们这个 按键所对应的一个管角 好如果读到呢 那么我们就直接返回我们的这个管角 这个应该是直接返回我们的这个状态啊 我们这个应该叫做KeyUp 好我们默认它的状态是KeyUp是弹起的状态 然后呢我们返回的是它的一个KeyPress可以按下的状态 如果确定按下的话 好最后呢我们做一个返回 然后我们这个按键操作呢就定义完成了 把这个时候我们来编译一下 编译报错了 然后就是我们这还要把这个我们这个按键的这个图文件呢包含进来 好然后再重新编译一下 好 发现有一个警告 就是这个Delay MS我们这个桃秒没有定义 那么我们把这个Systemtick这个定义呢 我们要把它包含进来 我们把这个投文件呢 我们要包含到我们这个 按键的这个文件里面去 我们直接写的k.h也可以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重新最后重新编译一下 好编译通过了 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载板演示 好首先我把我们这个开发板呢我已经通电了 然后呢我已经把防灯器连接好 电源已经打开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不对代码进一个下载 好这个时候呢又报了一个错 flash download fail 我们来看一下 它报紧我们这个flash download fail的 然后我们来这个时候要看一下我们这个flash 下载的这个配置啊 flash tool 然后在这个System里面呢 我们需要 把这个 大小改一下 因为已经超出了我们定义的这个范围了 这个我们这个代码的大小 因此我们改大一倍 好点确定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下载 好我们下载通过 这时候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按一下复位按键 这个开发板呢 这个CPU型一个复位 好复位以后呢这个时候我按K0 好大家看我按K0 我按下K0那个这个灯就亮一下 然后我松手呢 相当于我这个 又检测到这个按键没有按下 因此呢这个灯然后又灭掉了 然后这个整个我们这个实验的这个演示呢 就暂时先到这 然后下一个小节呢 我讲给大家 讲一下我们通过这个外部中断 来实现这个外 案件捕获的一个实验 请大家 下来以后呢 可以预计一下我们这个 外部中断的这个内容 也就是我们这个编程手册 编程手册里面 我们这个外部中断的一个内容 在我们的第12个小节 中断和实验里面 请大家可以事先预计一下 好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先到这 谢谢大家